大家好 这期呢 我呢来说点啊 就是实际性的干货 预测点位 一般我不太敢预测点位 毕竟自己不是神仙 这次呢 尝试着给各位呢去参考 当然我说的这些呢 是我个人的食盘交易的 都是食盘 咱们不像那些抖音大会上都是胡扯淡 纯粹都是乱号 我呢纯粹都是自己的食堂交易 以及自己个人的一个估算以后 准备的止盈线啊 或者些止损线啊 诸如此类啊 主要预测是两个 一个是A股啊 对应的A50 一个呢是黄金啊 黄金最近这两天也在回调 有些人也在问去能够回调到多少 我呢就尝试着啊 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首先A股呢 肯定是3000点啊 并且呢还特意提了张图啊 在3000点等你 A股这一次呢 一定会回到3000点啊 哪怕这波不回 后边也会去回啊 3000点呢 是整个国家队做空啊 包括布局的一切的起始点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 不敢说它是3000点的一个原因 当然今天呢 跌的有点猛啊 已经跌到了 又跌了6.2% 6.52% 现在就剩3262点了 距离3000点呢 不到10% 也就262点 我今天早上呢 看清 就是看了 看清了整个情况以后 经过计算自己的仓位之后呢 我才敢下手 去做空了10手 A50 点位大概也就是 14000多点啊 当然现在呢 是浮营状态 浮营状态 ICMark它上面的这个Ch 那什么可以说 其实对应的 就是新华副枝A50 they 你一标准手 他涨涨跌一点 就是一美金 10手呢 就是 比如说14000 就是229点跌到 跌到现在我截图时刻 这是我做视频的时候的点位 因为它点位在每天 就是每时每刻在跳动 实际现在我做视频的时候 或者你看到视频的时候 可能会更低或者更高一点 这1370这大概就是500点吧 500点如果你是一手的话 像我空一手就是500美金 我现在是10手 对应的就是5000美元 这是浮营的一个状态 所以先说清楚这里面的点位 和各地的仓位去算 好说完这以后 咱们来预估 根据我个人的实际仓位 这一单我应该设止盈线是多少 上证指数刚才说了 现在是3262点 大概减去3000点 一共还有262点 就是262点的一个下跌空间 折算一下乘以换算成百分比 大概也就8.04% 就是8%左右的一个下跌空间 那我们把这个下跌空间 直接套用到A50上 虽然这两个不一定完全对却 但是大致情况是差不多 它甚至更多的时候 A50要多于上证指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 直接套用就行了 13700点减乘以百分之零点 乘以百分之八点四 大概也就是1100 01点 也就是1100 就是1100点左右 A50指引线 据此呢 我设计一下 也就是13707减去1100 就是1100 不好意思啊 指引线大概设置在 12600点左右 如果到达这个点位呢 我大概能够赚11000 美金啊 这是我呢 设的指引线啊 有人说了 那肯定你的老乡指引 那你亏了咋办呢 其实亏了呢 这个呢 我也考虑过啊 就是我下单是一定要计算清楚 自己的承担的风险的 A50现在是 我下单 下单线 就是下仓线是14200点啊 他哪怕就是涨上 就是上涨了 我做错了 基本面是错的 A股反弹了 涨到5000点 对应大致 也就是新华富士A50 也就2万点左右 我算清楚了 2万点到14000 也就6000点左右 十手也就6万美金 如果涨到6000点 对应大概也就是 1万2000多啊 也就是有 接近10万美金 我呢 上次给各位讲过 我这波做黄金 大概赚了30多万美元 而且全部都是福音状态 黄金的这段时间有 有回调 即便是回调 我账上还有25万美元 即便是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你就算一下我的风险 就明白了 哪怕我是做错了 A股涨到了5000点 我呢 也就浮亏10万美金 这10万多一点 10万美金 对于我现在能够用 25万美元来说 我根本不会爆仓 我爆不了仓 而且A股肯定会回到3000点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担心 这是我下仓之前 我所考虑的 我能够睡得着觉的 因为我本金多 我现在能体量大了 我能扛得住 他的这个浮动了 这是我下仓之前的一个算计 就是下单之前 你一定要计算清楚 自己大概这个点 你要能够赚多少钱 以及你能够承担的 最大的一个风格 就是风险线 这个呢 是我考虑就好的 我大部分 而且我赌 它根本不可能涨到5000点 甚至6000点 你哪怕涨到6000点 又能怎么样呢 我更多付亏一下 付亏到15万美金 甚至16万美元都有可能 我爆不了仓 而且国家费肯定还是要 收购你中国老百姓韭菜的 这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要是美股肯定不敢这么玩 明白这一点之后 所以这个风险呢 我几乎是零 明白清楚 明白了吗各位 讲完新华 促使A50做空这个 咱们再来算一下 黄金 这两天 黄金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回调了 回调的原因 其实我昨天也发了推特 就是飞冬数据呢 造假 营造出美国大选前呢 就是美国经济 还很不错 就是这种局面 导致美国的这华尔街 他们很乐观 其实不乐观 不乐观也要配合拜登哈里斯的选举 也要故意装成这个样 现在的美国呢 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就是全部都是诡异的 不正常的状态 你得搞清楚这一点 以前也有 但是不像这次这么明显 都能够动枪了 去枪击特朗普了 甚至都冲击国会了 美国到现在这种情况 实际上已经到了 水火不容易的地步了 所以经济数据造假在这上面 那也就见怪不怪了 首先要明白这个大的政治背景 你拿出了这个大的政治背景 你就能够大致也能算得清楚 接下来的预算 其实这种行情呢 对于我们这些交易者来说 是最好的 如果纯粹是市场经济波动 还真不好说 但是他现在正是因为 政治的原因 大选的原因 我们才能够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走 你才能够知道基本面 才不至于害怕 抓住基本面 就是现在美国营造的 虚幻的经济强势 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 就是大概4% 4%我为什么说 它是它的顶点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7月24号 在美联储正式降息之前 也就是降50个基点之前 那一波呢 它就有 10年美贷收益率 大概也就4.3% 左右 越往前呢 其实它的总体趋势 是和美 就是哪怕就是美贷 波动状态 但是它也和美国的总体趋势 密切相关 就是利率趋势相关能的 又是下跌 就是越往后 它这个顶点呢 就越低 你就明白这一点 抓到这一点之后 你就明白了 不可能超过 4.3% 你不可能超过 7月24号之前的 7月24号之前 那一次回谈 你都没能突破 100%的4月份 你这次更就更不可能 理解这一点之后 你就能够大致理解黄金 这次回调 它的一个点位了 黄金呢 虽然说 它的波动 有流动性 也有就是 期端炒作的一个因素 但大致平常 日常的一个情况下 是和美债收益率 密切相关的 是挂钩的 当然还有美元指数 这两个 但总体是大地趋势 是和美债收益率挂钩的 当然美元指数 也和美债 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挂钩 就是美国经济强势的情况下 就是美元 美元涨 美债收益率也涨 就是黄金跌 除非是被动上涨 就是欧元那边出事 当然现在目前情况下 欧元 都是大选之前 都是风平浪静 短期波动内 你就看 这个国债收益率就行了 4% 再往上涨 也涨不破4.1% 那好 我们这样就可以来计算 大致方位了 因为现在都已经到了 你黄金 即便是再往下浮冲 也差不多 也就2600点 极个别的仓位 就是投机性仓位 可能也会进行稍微炒作一下 也就是稍微偶尔浮冲一下 你带20美元来算就行了 也就是2580点 左右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指标 就是 黄金期货和现货之间的价格差 其实现在的黄金价格走势呢 已经是在美国被美国人完全掌控了 现货我们ICMark上做的 现货黄金价格呢 是英国伦敦交易的 但是实际上影响黄金价格走势的是期货 就是在纽约12月份交易的期货价格 这个价格才会反向影响现货价格 目前的期货价格是2629 也有2630 差价大概是18美金 大概两个月前呢 是45 45美元 随着期货和现货交割越来越近 这个差距越来越少 如果不是这个差距的话 那么现货黄金肯定已经跌破了2600吧 如果还像月初一样 前两个月之前一样那么大的45美元的差距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期质 就是美国人现在的黄金 心理价位大概也就是期货价格2600左右 2600如果期货黄金跌破2600 那么你对应的现货 你再减去18美金就差不多了 也就是2580多 2582美元 就是本轮黄金 大致 它的一个低限 当然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跌破 当然这个点位呢 你只能说 估算 是我个人的估算 你必须在此基础之上 根据自己的仓位 你最好再预留 50美元 甚至100美元 我那都是一般都是三 200美元起步 因为现在已经跌了已经80了 从最高点2700跌到现在都已经 七八十美金了 还有100多美元的一个回调空间 所以对我来说呢 也没事 我也不在乎 抱不了仓 就是下单之前 你还是要算清楚这个点位 讲完这些之后 就是看完现在 看完技术面 看完 就是它的一个国债收益率的综合面之后 你再看未来 你一定要搞清楚 咱们下单之前 黄金现货和股票是不一样的 昨天在交易群里有个人 直接在拿股票的中国A股来算 黄金这是不对的 讲完以后 你还要看未来 毕竟未来才决定你 接下来走势 那么接下来未来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9月份的CPA数据 它将决定 接下来黄金 是否低还是涨 明天 北京时间 晚上8点半 美国就会公布9月份CPA数据 目前市场预测 CPA数据将会进一步回落 回落到2.3% 如果真的回到2.3%的话 那么就标志着美国 就是美联储 它这个抗通胀 基本上算是任务都完成了 已经无限的接近了2%的一个目标 当然它的核心通胀 虽然还是很高 3.2% 但是不影响 就是美联储帮拜登大选这个行情了 他赢到的就是 低失业率 然后低通胀 拜登 哈里斯要的就是这么一个 大的一个经济面 经济牌 经济业绩 以此呢 去跟选民去吹嘘 这是他想要的 你得搞清楚 美国现在的政治环境 拿出这个政治环境之后 我们就能够预测出 大致9月份的CPA数据 哪怕是符合预期 对于黄金来说也是影响不大 不会再大度往下跌 除非是你黄金 就是CPA数据 大幅超过预期反弹 比如说2.5% 不但没有跌到2.3% 反而涨到了2.6% 或者核心通胀 又掉头向上 3.3%了 那美国就出大声了 那整个黄金可能往死里跌了 这种情况呢 概率很低 毕竟到了大选前的最后一刻 本月也至少 这次公布的这个数据 不会太难看 哪怕是他真的反弹强势很多 他也可以压着 至少符合市场预期 甚至还有可能会 把数据做得更漂亮一点 低于预期都有可能 比如说9月CPA 2.3% 他可以做到2.2% 那你这黄金 币满了就会 有可能拉升涨到2700都有可能了 至于大选以后 那就是后面的事 我们后面呢 再讲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关于 估算 我个人估算的这个仓位 下的给你自己的实际仓位 做的预判 仅供各位的参考 好的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 谢谢